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介绍牛顿运动定律 当然第一个叫做牛顿 第一运动定律 讲这个之前要先讲讲古人的想法 亚里斯多德大哥 他觉得东西都有一个自然的位置 就是我自然的位置 所以淹的自然位置在天上 十二次的位置在地上 东西要么就是正在往自然位置中 运动要么就是停在自然位置 所以他认为东西都会静止 会静止在他的自然位置 要么就是正在往自然位置中运动中 所以淹会自己往上飘 因为他要往到他天上的自然位置 所以石头会往下掉 因为他要回到他的自然位置 所以淹会上升石头会掉下来 因为他在往他的自然位置中运动 如果不自然就表示要受力 石头应该要掉下来 我抓着他用力 他就掉不下去了 因为应该要往上飘 我挡着他 他就飘不上去了 所以如果他不自然 不是在自然状态下 就表示是需要受力的 这个是亚里斯多德大哥的想法 但是嘎大哥不这样想 嘎利略嘎大哥不这样想 他认为东西之所以会停下来 是因为受到摩擦 受到阻力的关心 那为了要抵抗摩擦 抵抗阻力 我才会需要用外力推动 让东西保持运动 如果没有摩擦的话 如果没有摩擦的话 就不需要另外的施力了 东西就可以一直动了 没有什么自然状态式 禁止这回事 他所以 他就想了两个假想实验 来验证他的想法 讲一下 如果没有摩擦 不摩擦 我是可以一直动下去的 他就做两个假想实验 第一个 这要往下掉 请问你往下掉会发生什么事 越来越怎样 越来越快 对不对 所以往下掉会越来越快 很好 那如果往上冲呢 那就越来越慢嘛 很好 那如果你往下掉会越来越快 往上冲会越来越慢 那平平的呢 既没有往上冲嘛 也没有往下掉嘛 既不会变快也不会变慢嘛 就怎样 就那可以维持等速嘛 对不对 一直往前走嘛 没有什么自然静止啊 他可以一直往前走啊 对不对 所以 他假想实验 他还做了第二个假想实验 第二个假想实验 这边 这边有个球从左边掉下去 如果这个装置很光滑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会冲到右边一样高的地方 对不对 如果很光滑 如果很出道就会 就会不到就掉下来了嘛 很光滑就会非常接近 原来的高度 原来的高度超级光滑完全吗 就会回到原来高度 所以我左边掉一个球 然后呢 我就会右边的掉回原来高度 那如果我把这个右边啊 把它摆平一点 会怎样 他还是回到原来高度嘛 对不对 还是回到原来高度 还是回去了 OK吗 好 那就是要回到原来位置 对不对 我想要回到原来位置 所以我就会 左边这么高 右边也这么高 那如果把它打平呢 那我就一直往前走啊 我就一直想回到原来高度啊 可是我一直回不去啊 那我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追寻那个永远追寻不到的目标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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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回不了 就是往前冲啊 他就是往前走 有停下来吗 没有啊 没有啊 不会停下来啊 对不对 所以没有什么自然 即使这个状态 状况对不对 所以 嘎大哥 就用这两个假想实验 说亚里斯多德的想法是 错的 我们的嘎大哥说 他说东西呢 都会反抗 让其改变运动状态的 这个性质称为惯性 意思就是说 我想要维持我原来的状态 我原来是怎样 我就想要怎么样 然后呢 那这个性质呢 我们的嘎大哥呢 就称之为惯性 称之为惯性 OK吗 这就是我们的嘎大哥的想法 可以吗 可以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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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